2月15日,有网友在日本偶遇王氏田嫖俊夫妇 两人在日本某餐厅约会,状态掀起,网友热议 当天,网友是在麻不及的一家餐厅偶遇王氏夫妇 看环境,这是一家十分高档的餐厅 王氏和田普俊两人依偎在一起 田普俊在看菜单,王氏则在旁边看着 放大看两人的状态 72岁的王氏已经满头白发,而且十分稀疏 生涂下,王氏皮肤松弛 肤色泛黄,比镜头前沧桑了不少 再看田普俊素颜出镜 肤色比王氏白上好几个色号 但鼻子下面皮肤发黑,不知道是不是过敏了 王氏田嫖俊的穿搭也被网友扒出来 价格相差甚远 王氏的黑色印花絮是牛津大学纪念款 价值仅59元 田普俊一顶帽子却价值8800元 实在是豪气 对于王氏田嫖俊的状态 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网友表示王氏真的老了很多 生徒就是老了 很普通 但也有人表示王氏虽然老了 但气质很好 背板挺的笔直 仔细看王氏虽然面容沧桑 但背板挺的笔直 气质十分出众 反而是一旁的田普俊 蜷缩在身子 远不如田普俊来的精神 其实就在几天之前 王氏田普俊在日本一起看了演唱会 二月上旬 美国歌手梅梅在日本开演唱会 王氏和田嫖俊也到演唱会现场支持 两人选择在六的正中间观看 位置非常好 当时还有网友感慨 王氏居然也喜欢梅梅 其实想想 王氏应该是陪田普俊去看梅梅的演唱会 当天田普俊也戴着这顶白色棒球帽 他一个人走在前头 王氏则跟在后面 从后面看王氏满头白发 俨然是一位老爷爷了 田普俊一个人往前走 完全没看一眼身后的王氏 王氏则紧跟在田普俊身后 像极了一位小跟般 放大看 王氏当天穿着灰色的羽绒西装 那大白色衬衫 打扮得十分年轻时尚 但王氏皮肤泛黄 薄梗畜的皮肤也分外松弛 岁月的痕迹还是可见一半 田普俊当天穿着卡其色的外套 那大绿色 同样时髦年轻 只是放大看 田普俊素颜出镜 皮肤满脸泛红 看上去像是过敏了一样 其实田普俊此前 就曾自曝自己是敏感肌 皮肤很容易就过敏 还曾因为眉涂防晒霜 肩膀被晒得通红过敏 想必这次也是同样的情况吧 当天田普俊走在前面找位置 王氏跟在身后 却始终追不上田普俊的步伐 王氏追田普俊的时候 迎面还时不时走来一些人 让王氏不得不避让 速度就更慢了 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 王氏对田普俊是真的宠爱 2月14日情人节当天 王氏还给田普俊送上一捧鲜花 两人站在一起 可以十分亲密 如今王氏田普俊 把事业的重心放在日本 在日本和国内两地穿梭 一边秀恩爱 一边盲事业 王氏 王氏 王氏